The Falkland Islands are an archipelago in the South Atlantic which has been ruled by Britain since 1833 Argentina started the invasion of the Falklands on April 2, 1982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a British territory was invaded by a foreign power since World War II The Falkland Islands are an archipelago in the South Atlantic 最近幾個星期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英國的一舉一動 4月26日英國駐日本的領事館 證實英國皇家海軍將派遣伊麗莎伯女皇號的航母戰鬥群 聯同十六國去到印太進行聯合軍演 由南海到台海 最终的目的地是在东海和英国的日本韩国做联防演习 而这个消息在5月1日就进一步由英国首相约翰逊去证实 计划启程的日期在5月18日 而在另外一方面 七大工业国组织将会一年三日 在5月4日开始在英国伦敦那里进行实体会议 即是不是用视像是七国外长亲身到达 而今次的G7年度会议有两个特别之处 除了基本成员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 另外加多三个国家是澳洲、印度和韩国 即是说G7随时变为G10 而会议的议题有两个是Stanley是特别关注 第一个是讨论大陆的政经影响力 所谓政经即是政治和经济 而第二方面 根据联合新闻社的报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承诺会与英国合作 就着新疆的地区和香港的议题施压大陆 即是说英国是想将香港的议题 放在今次G7的会议里一起谈谈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现在很多YouTube都评论当港版《港版国安法》在2020年7月生效 抱怨国际间没什么人去支持香港 甚至有些KOL或只是得英国 只是提供这个5加1BNO计划 而这个计划最大的受益人是那些有小孩的家庭 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不愿意离开香港 固然Stanley是知道 香港人一旦要离开自己的舒适的地带 包括高薪、美食、亲人朋友 或者那些印尼菲律宾姐姐 当然会阻顾右盼 心想面对CCP最多不出声 找够钱才飞去外国慢慢灭 但无论如何 Stanley是100%澳洲香港人 在这里诚心带上祝福 想问仍然留在香港的香港人 如果国下未有五万联盟 或者是欧盟的公民权 而你又是合乎英国BNO5加1签证的资格 我想问究竟你申请了没有? 在这里想说清楚 申请BNO5加1签证的币用 以及资格 即是门栏实在是很低 真是容易到 好像基督教福音派那些人说 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 就必得救上天堂 这么容易 但在这里Stanley想问问大家 你究竟申请了BNO5加1签证吗? 或者耶稣一些 你究竟口里和心里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个人救主? 此外Stanley也想和一些香港人说 假如你在这个时间 你是正在考虑着 去英国还是去台湾 Stanley就100% 说想都不用想 一定是英国 当然如果大家已经是决定 或者是已经去了台湾的香港人 Stanley之前就做节目就说过 你们的最佳明灯 就看下肖若元先生 究竟会不会二次移民 会不会去加拿大? 在这里Stanley也想澄清 为什么在今集条片 晚的问大家 究竟你申请了BNO5加1签证吗? 并不是等于 你一定要离开香港 移民到英国? 但是Stanley想说的是 如果你没有申请BNO5加1签证 一旦英国要在香港撤桥 包括要保护申请BNO5加1签证的香港人 离开香港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离开香港去英国 最近有很多YouTubers预测 大陆什么时候会武统台湾? 有很多就认为 应该是这个的2022年 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 Stanley就觉得 这样说法就有点疑气 如果是以不经济原则为大前提 大陆就一定不会武统台湾 这个原则其实是放之四海皆准 就是说当美国或德国 是以经济做大前提 他们又怎会跟中国开战呢? 但是当今知识 唯一一个国家 是将经济放下 而敢正面对抗CCP 就是英国 为什么英国能够那么勇敢 比美国的姿势还要强硬 去对抗这个CCP 简单来说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 有一种游戏叫做 麻鹰捉鸡仔 英国就好像那只母鸡一样 去保护那群鸡仔 即是香港人 而继续将这个寓意 心法去说清楚 就是连很多香港人 都不敢相信 此刻的英国 或者与四十年前的英国 都是一样 是以妈妈的心肠 这样对待香港人 那说这一句说话 其实Stanley 是用了一年时间 去观察英国 在这一年的实际行动 那大家试想一下 新疆西藏 被CCP虎代了多少年 才获得这个世界的关注 而今天的缅甸内战 如果你说要等美国出手 那就真的要肯定 有实体的种族灭绝 才能够介入 但相对香港 英国Gram给香港人的 BNO5加1签证 就是随着 港版国安法的阶段性 发展 而同步实施 至于Stanley 为何说 是用了一年时间 观察英国的实际行动 才敢相信 英国此刻 确实是用妈妈的心肠 去帮香港人 其中一个要超越这样的想法 在Stanley 心中一直有一条刺 特别在这个母亲节的时间 英国在40年前 为何要遗弃香港 1982年9月 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 布出人民大会堂跌倒 这个经典场面 揭开了中英谈判的罪貌 首相后来说 好了 我跟你说真话 郭爱邓小平说过这批说话 一定会收回 收回香港 做这个行动 这个所谓一国两制 对话 令到首相 很惊讶 出来的时候 还想着 怎样对付呢 一下大意 如果大家想收到 Stanley 给大家一个 母亲节福音的礼物 去解开1982年 香港人心中那条刺 为何香港人的妈妈 大英帝国 会遗弃香港人 请大家免费订阅 就会收到 香港语言的第13集 《撤桥2》 1982福岛与香港 第一时间通知 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拜拜